本章的重点讲的是3D列印机的功能 3D列印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那到底3D列印机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一般我们讲的2D列印 大部分我们讲的就是平面长层宽 那3D列印就是列印出来的东西它是个立体 既然是个立体的话 那它的立体值是什么东西 以目前来做的话 它就是所谓的形状立体 形状立体的意思是说 举个例子假设P来讲 我今天当然你一定要有一个本 假设P来讲 我们现在就讲第三项的部分 它可以让3D拍照等于3D复制零件 也就是说假设P来 你今天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你为了要研究它 可是它可能是个古董或者什么之类的 那你可能不肯去把它损坏它 你也不容易把它去拆解它 那这个方式的时候 你就可以透过3D拍照列印 然后拍照的过程当中 等于3D的护制零件 护制这个东西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 拿来实际的拆解跟研究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不损坏 原型的情况之下 创造另外一个东西 让我们做研究用 如果说基本上来讲 那当然拍照是最快的方式 为什么 因为只要有实体的东西 那我们到时候调整一个比例 然后它就可以原封样的列印出来 也就是说你放进一个杯子 然后3D列印出来就是个杯子 你放的是一把椅子 3D列印出来就是把椅子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现在讲一个东西 那如果说这一个东西除了3D拍照以外 那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有 也就是说它可以第二种方法 就是说你只要能够画得出来 那当然画出来的这个东西 本身是要3D的 你要本身是用3D字图东西画得出来 而且它本身SYZ的一个明确的数字的时候 只要你画得出来 然后未来的部分就可以摸得到 也就是说透过3D列印的方式 这只是比例上我们会做一个调整 就是说我们可能在电脑里面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的话 然后列印出来它就是可以摸得到 然后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在一般的书上提到一点的话 就是说让位元等于原子的世界来临 也就是说让数位设计等于一个物质 也就是你只要能够想得到 想得到画得出来 那你就可以做输出 那当然输出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会考虑说到底这东西输出的话 到底它的材料是什么 那就有各种所谓的塑胶 或者说我们有一些金属粒子 那随着各种不同的列印 轴件它会有不同的效果 那当然也有人在讲说 其实3D列印机它本身 会有两种操作方式 一种叫加法操作方式 一种叫减法加做方式 加法的意思就是说有点类似慢慢的这样成型 这样锯模出来 如果说减法部分的话就有点类似雕刻 有点类似早期的CNC的工具就对了 它本身是透过研磨多种角度切割 然后去把那一个东西做出来 然后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3D列印机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赛身零件的功能 现在我们很多东西都是限量生产 所以很可能的时候 我们今天到时候这个零件发生故障 我们会找不到地方买 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把原有的零件 透过3D拍照 或者说我们去找出它的技术规格 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讲 像有人在提到说 我们现在如果我们需要一个东西 然后一定要从国外进口 然后当然是非常困难 可是如果我们取得技术原件 知道它的长宽高 其实我们国内就可以自行产生这样的一个零件 至于说它到底什么样的零件 我觉得说其实零件的话 除了硬力的研究以外 它其实就是长时间跟短时间跟运作功效的问题 所以说你这个地方 你可以选不同的材质的3D列印机 可能透过塑胶或金属为例 然后我们刚才有提过说 它是透过切削或者是成型的方式 一种是加法一种是减法 然后它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所谓的 个人工具机个人化 也就是早期的工具机 大部分我们都在工厂研磨零件 然后制作特定的零件 可是现在变成说可以在自己的家里 就自己的电脑 然后透过这个过程 你就可以产生很多模拟跟检讨的功能会产生 所谓模拟跟检讨的功能是说像早期我在学机械原理的时候 不敢说自己学得很好 就好像学建筑一样 当然我们可以用Revit去画一个建筑 但是在3D看起来总是比较不像一个实体的东西 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就实体的部分去把它做出来 这样子的话可以实际上去触摸 这样效果会挺好 就好像我之前在研究机械原理一样 我想说为了要创造一个金属研件还要学会洗床车床 然后弄得满身油污这样子 所以后来的时候我用solidwork 就是说因为我比较偷懒 我就用这个软体本身的话去模拟它的机械动作 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好用了 可是后来竟然还有所谓的3D列印机 可以让我实际把这个零件去做出来 做出来的时候我就可以实际去测试它的效果 这东西实在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仅止于把3D列印机 至于说有人提到说3D列印机 一些比较不成熟著作的解说 可以产生器官 基本上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基本上 而且问题是你必须要把这个动作分两步 一个是我们想同型粗粗 另外一个不是就是颜色着色 也就是说假设比较你现在有一个类似像心脏的东西 或者你有艺术品 你可以复制一份塑胶的或复制一份金属的 但它是不是有功能 又另外一件事 但是主要的部分除了你是画设计图以外 大部分的话都是外形类似 当然有一些所谓的3D拍照 它可以拍摄到内部的X光 就是说我们它用一种方法可以拍摄到内部的结构 那这样的机器的话当然是更好 可是目前我手上还没有看到 那仅此就把个人对3D列印机的了解来分享给各位 谢谢各位 我是张明尹 我是温小离的作者 谢谢